目前在阿富汗情勢比较危急的是 塔利班组织现在进攻的很猛 横扫了阿富汗从上个礼拜五六号开始 已经连续的一城一省 不断的攻下去 蓄攻了8座省会级的大城市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塔利班已经掌控了阿富汗面积高达 百分之六十五现在首都克布尔根本是形同被包围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因因阿富汗情势 举行的中俄宁夏军演 目前这个西部联合202亿的军演已经进行到 第三天了 中国俄罗斯两国大量的新武器投入实弹演习 再加上演练新的战术 大陆的军方评估军演收获满满 中俄宁夏军演实弹射击 两国动员了超过万人兵力 也等于是一场大型的军备秀 不但有新式装甲车展示火力 新式武器占比更超过了81% 俄罗斯士兵更是把握机会尝试大陆的装甲军车火炮 两国籍军演增加互信 兵力火力密度较以往都有很大的提升 宁夏军演的目的除了防范阿富汗情势陷入动乱 甚至在美军撤离发生战争 中俄两国也希望借着合作演练新战术 运输直升机单机六绳索将 直升机超低空隐蔽图防 运20大规模散降 和重装的空头 歼16飞机 70公里外 可以实施远程的精确打击 而透过网络整合的一网四链指挥体系 也在演习中证明了 陆空装备与单兵都纳入系统 但演习才进入第三天 阿富汗的情势变化让全球观察家都难以置信 阿富汗的观察家都难以置信 现在有八个国际首领域 在塔拉班上 从昨天 很多这些坏的城市 开始形成了一组 在塔拉班上 塔利班在短短六天中攻下了八个省会集图室 CNN更是形容首都喀布尔 已经被塔利班形同包围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只能表达 这与当初塔利班的保证有所出入 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中媒体关切 美国使馆的安危 但发言人无法避免 明确回应 阿富汗政府尽管公布了空袭塔利班的影片 说明击毙了叛乱分子的过程 但塔利班实际掌控了阿富汗 已经多达65% 包围首都喀布尔 泰式明确 政府军能不能逆转情势 全球关注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正在一步一步撤军的美国 8月31号之前 最晚 是在911之前 美国要完成在阿富汗的 全部撤军 美国 现在已经告诉阿富汗了 自立自强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 阿富汗的领袖 必须要自己团结起来 同时也表示 不后悔 做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心 那么拜登强调 美国是在过去的20年 在阿富汗 已经花费了超过一兆美元 损失了上千名的 美国大兵 但是在撤军的同时 他也表示说 会兑现对阿富汗的承诺 那么其中呢 包括会提供重要的空中支援 指的很有可能 会是空袭的部分 另外呢 包含了粮食 装备以及阿富汗部队的薪资酬劳 同时呢拜登也点出了 阿富汗政府军的人数 其实是 远远超过塔利班的 为什么 打不赢呢 他表示说 阿富汗应该要为 为自己而战 同时也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那么现在塔利班的来势汹汹 美国的谈判专家是 希望能够停战 美国的国务院呢 透露说美国的阿富汗问题代表 谈判专家哈里扎德 在这个礼拜呢 在卡达首都 杜哈的一场会谈当中啊 就督促塔利班停止 军事攻击 同时呢 也要协助确立国际之间 因应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 共同应对的方式 那么美方的声明 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塔利班呢 现在呢 加快了他们的 军事作战的节奏 结果导致有很多 无辜的老百姓平民呢 在这个武装的冲突当中 就因此受伤死亡 并且出现了 违反人权的暴行 现在也引发了 国际间高度的关切 他认为说和平谈判 才是终结战乱的 唯一道路 那么现在邻近的国家也 被塔利班搞得非常的紧张了 现在很多国家 担心塔利班组织的渗透 像是俄罗斯 在中亚阿富汗边境的地区呢 在这一个月来 我们看到火炮非常的猛 重武器都搬过来了 跟盟军呢 来进行 两场军演 其中呢 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头戏 就是俄罗斯 塔吉克以及乌兹别克的 三国联合军演 塔吉克的国防部长表示 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 针对阿富汗的情势 接下来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带你来直集现场的 实弹火爆射击 这一场演习地点呢 是在塔吉克跟阿富汗接壤的边境 那么这场演习呢 总共动员了2500名的士兵 多达500辆的军车 以及呢 战术攻击直升机 苏凯25战机 那么中亚国家现在 接壤阿富汗地区 其实大家很忧心 除了恐怖分子的渗透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担忧 毒品入侵 不过呢 俄罗斯已经 对于中亚盟国承诺 一旦呢 阿富汗的 武装分子入侵 俄罗斯绝对会硬起来立刻提供 军事援助 那么现在呢 美国跟南韩似乎是不甩 北韩的警告 10号的时候呢 又表示说 他们的美韩联合军也应该是会展开 预备性的演练 那么北韩呢 再一次的不高兴了 金与正 金正恩的妹妹呢 立刻也转达了一些话语 让国际间知道 在10号下午呢 据说北韩已经开始拒接 南韩的热线了 形同呢 7月底才刚接上这个热线呢 没几个礼拜又断线了吗 11号早上呢 就是今天了 再度的发生了这种热线拒接的状况 金正恩的妹妹 金与正 重炮怒轰 说南韩根本是所谓的 和平背叛者 也批评美国 这么做事 伪善 甚至呢 魁伟五年再次提及 驻韩美军撤离的问题 两周前南北韩热线才刚刚重启 现在又断线 北韩从10号下午开始就拒接南韩电话 其因就是不满美韩军演照常举办 金正恩妹妹金与正更大动作 搬出哥哥的名号 对美韩呛下 金与正的谈话一开始就点名是受哥哥金正恩委任怒向南韩是背叛者 也批评拜登政府提出的无条件对话只是卫善 还说美国才是破坏 韩半岛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甚至罕见提到要助韩美军撤离 半个月前 北韩主动提出回复南北韩 断绝13个月的热线 每天上午下午各通一次电话 原本是希望能够施压美韩不办军演 但10号美韩依照计划展开预备性军事演习 立刻触怒北韩 10号下午北韩就不接电话 11号早上再度拒接 接近雨震之后 北韩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也接力呛响 警告美国和南韩将为错误选择 时时刻刻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在澳洲的部分 他们也很担心所谓的军事威胁 而且还点名了中国大陆 澳洲的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 在8月9号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份报告 提到了有关澳洲与中国军队 日渐破镜 分析澳洲进一步遭受到大陆军事威胁的 可能性 或许你可以说澳洲是在超前部署 但有一方认为可能是澳洲有被害妄想症 这个报告当中也指出了 面对日益扩大 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台湾的存亡将会攸关澳洲的安危 主要是因为这份报告当中 点出了在8到10年内 澳洲需要提防的最坏可能情况是 万一有这么一天 台湾呢 落入了大陆之手 那么包括了澳洲等美国 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呢 如果要直接面对 严重的大陆军事威胁 假设大陆统一台湾之后呢 将会控制台湾的东部港口以及机场 进而穿越 第一岛链 那么大陆呢 进而会要求美国军队离开日本 好这份呢 澳洲的报告提醒说 中国大陆 目前呢 致力在建构的武装力量 就是要将美军逐出西太平洋 而且呢在遇到危机时 要敢于 与美军美国来一个正面对决 澳洲的报告点出说 虽然中国大陆 还没有针对澳洲 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由于呢 现在大陆所掌握的 长城作战军力跟 军工程的生产力 可能会对澳洲 造成军事威胁 这将会比二战时 澳洲所遭遇的 日本军事威胁 还要更大 好最近有一个议题呢 都登上了热搜榜 那么立陶宛呢 允许以台湾名义 设立代表处 现在引发了中国大陆的不满 召回了 驻立陶宛的大使之外呢 还同步要求 立陶宛的驻华大使 也应该要 主动的立陶宛召回 那么立陶宛总统 赛达就表示说 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立陶宛 可以自行决定 要跟 哪些国家 发展关系 好现在呢 立陶宛的领袖表示说 立陶宛是从1991年跟大陆 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呢 就实行了 一中政策 到现在 两国的关系 应该是建立在 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否则如果说 变成单方面的下最后通牒 这是在国际关系上 绝对是 没有办法被接受的 那么立陶宛跟大陆呢 依然有发展 政治经济文化 双边关系的潜力 所以呢 现在说希望大陆能够 改变 召回 助立陶宛大使的这个决定 那么立陶宛的 经济兼创新部长 阿尔默奈也强调 不会放弃在台湾 设立 经贸或者是商业代表处的计划 那么其实这也是 时隔26年 中国的外交部呢 再一次做出了 召回大使的决定 相当的罕见 那么召回大使其实是代表着 国际关系当中 一个重要的 外交动作 一般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国家呢 对于另外一个国家 表达强烈不满 而且是传递 明确信号的一种手段 那么大陆的官媒 环球时报就表示 中方要求立陶宛政府 召回驻华大使 而不是直接宣布 驱逐 已经横给立陶宛面子了 那么美国怎么看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普莱斯在11号的时候 谴责北京 这是报复性的作为 We support our European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as they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resist the PRC's coercive behavior Taiwan is a global leader in public health and advance manufacturing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to name just a few areas i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 美国是支持立陶宛政府的 那谴责大陆的是 报复性的作为 并且强调呢 每个国家 应该要自己能够 决定 自己国家的 一中政策 会是 怎么样的走向 但是其中呢 就有一位 记者来提问说 那这是否代表着 美国 鼓励其他国家 与台湾 互设代表处呢 好这时候普莱斯其实是没有做出正面回应的 他强调说 他的原话只是鼓励各国与 台湾接触 好那现在呢 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这个议题呢 那么大陆的外交部啊 已经宣布要 召回立陶宛的大使了 那么这一来一往的情况之下呢 受到了高度关注 现在呢 大陆的国际问题研究院的 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宏健表示 在外交的关系上 召回大使呢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外交反应 那么大陆目前呢 是只有发生过三次 召回驻外大使 而且呢 这三次 都与台湾有关 根据新京的新京报的报导呢 上一次 中国大陆召回驻外大使 是在1995年 好当年发生的 情况是 美国政府允许 前总统李登辉 访美 那么大陆政府当时呢 就召回了 时任的 驻美大使 李道玉 表达抗议 那么此外呢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因为荷兰政府 批准了 这个企业呢 受台 潜见 那当时大陆也是 召回了 驻荷兰大使 那么1981年的5月呢 中和两国的 外交关系 就降为 代表 等级了 那么 崔宏健也表示 召回大使呢 这代表着 短期之内啊 这两国的关系呢 尤其是在外交上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没有大使之后呢 驻当地的外交机构就不再有 本国的全权寿命 很多重要的外交工作可能就会停摆 尤其是在 经贸领域的合作会大大的受到影响 那么大陆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 11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市 再度的出庭了 这是加拿大法院 申离孟晚舟 引渡美国案的 最后一轮程序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呢 孟晚舟 逃脱引渡的可能性 只有百分之一 那么孟晚舟呢 在抵达 最高法院的时候 他穿着 是红色的洋装 也没有特别的神情 那么脚踝上带着电子脚料 是明显可见的 尽管呢 孟晚舟的律师是主张说 美国请求引渡孟晚舟 这项要求 那么侵犯孟晚舟的权利 但是呢 彭博社分析指出 根据过往的引渡案例 孟晚舟逃脱的可能性 相当的渺茫 而在这个孟晚舟引渡案 进行的敏感时刻 大陆的辽宁省 最高法院 在10号的时候宣布 有一名加拿大籍的 被告谢伦伯格 他因为走私毒品 二审上诉案遭到驳回 同时也维持着死刑原判 还有加拿大商人史佩弗 他被中国大陆以间谍罪 涉嫌为境外刺探 还有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 判处了有期徒刑 11年 并且没收了他个人财产 人民币5万元驱逐出境 那么对此呢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就谴责 这项判决 他觉得呢 无法接受认为不公平 那么加拿大的驻华大使 包达明在 麦克尔 羁押的 丹东 看守所 当时呢 他们在听取这个判决 25个国家的50名 驻华外交官则是到 北京的加拿大 驻华大使馆来声援 麦克尔 那么麦克尔 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是在2018年12月的时候 被丹东市的国家安全局审查 在2019年5月的时候 逮捕去年6月份正式的起诉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对于这项判决呢 予以谴责 那么史佩弗呢 在遭到任意 拘押超过两年半以及 法律过程 切缺透明度的 审判 另外还提到说这个判决的过程呢 甚至连国际法的 最基本要求都不符 现在是加拿大美国 驻中国大陆的使馆呢 谴责 大陆法院的判决结果 那么现在呢 加拿大的驻 驻华的大使 包达明是表示说对这项判决 相当的失望 那么其实呢这个案件啊被 加拿大跟美国视为 是跟 中国大陆 外交 纷争的 一部分 因为呢在史佩弗的宣判之前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在加拿大的律师呢 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说服法官呢 不要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所以呢包达明认为啊 加拿大公民所面临的这个诉讼 并不是巧合 可能有所关系 那么最近三个月呢 在加拿大还有一个议题 让大家觉得蛮悲伤的 先后呢在多索的 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 发现了超过1000座 没有标记的坟墓 据说这个死者年龄呢 最小的只有三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终于 黑历史 要展开调查了 这些发现呢其实 不只是震惊了加拿大 也震惊了国际社会 另外呢在8月10号的时候 加拿大的卑诗省 三个原住民的部组 已经宣布了 将会对温哥华市区 这一所 原住民寄宿学校 要展开一个联合的调查 主要调查的项目 包含了进入这一所 技术学校的原住民 当时到底有谁 那么这样的学校到底 当年都是怎么样 营运的 原住民的学生 在学校里头 都经历了什么事情 哪一些黑暗面 是曾经都没有曝光过的呢 以及有哪一些标记 还有没登记的墓屑 那加拿大联邦政府 承诺了现在呢 要播出一些款项 8300万元 跟早前承诺的 3380万元的拨款呢 要提供给真相 和解委员会 主要就是用来 确认跟识别 这些曾经来读这个学校 但是最后 没有回家的孩子 那么在圣保罗印第安 寄宿学校呢 是1889年到 1959年开办的 这是在温哥华都市区呢 唯一的原住民寄宿学校 根据文会网报导呢 有分析人士指出 加拿大是长期利用原住民的儿童技术学校 对原住民实施文化 种族灭绝 但是加拿大政府 一直用各种手段 掩盖 这段黑暗历史 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 大陆的官方呢 最近在大动作 整治一些网络 相关企业 有许多企业呢 现在开始爆发了 所谓的 形象危机 大陆的新浪微博证实呢 前品牌市场部的高级公关总监 毛涛涛 涉嫌舞弊 现在呢 已经被fire掉开除了 目前已经遭到了警方的 刑事拘留 毛涛涛呢 在职期间 他利用职务之便呢 收取 贿赂 而且呢 严重的侵害了集团的商业利益 因此新浪集团表示呢 毛涛涛作为集团的老员工 而且也是长期担任 重要部门的主管 没有以身作折 面对利益的诱惑 失去原则 令人痛心遗憾 根据了内部的规定 还有相关的法律呢 予以开除 而且呢 永不录用 目前呢 配合公安机关 完成调查 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最近也爆出了一起丑闻 据说有女员工呢 指控说 遭到了上司长官 强行灌酒 然后呢陆续遭到了客户的 猥亵 以及 上司的性侵 那么由于呢 过去阿里巴巴 都是强调这个企业呢 是非常 有文化的 爆发了丑闻之后 也让外界卷决相当的震惊 那么现在呢 大陆的中央 纪委 国家 监委 发文 不仅要严惩 那么中纪委也表示 这起事件 其实也曝露出了 不良的职场生态 还有恶劣的 酒桌文化 反应的管道 不畅通 等等的问题 曝露出 许多的 潜规则 那么 看似无影无踪 但实则 顽固 存在 只是没有曝光 大家好像就变成 不能说的秘密 那么中纪委也表示呢 相关人员是否 涉嫌 违法犯罪 现在有待警方 进一步调查 但是除了 明文的法律问题之外 整起事件背后 涉及的 潜规则 也引发 高度关注